大家好,我是巴圣伯伯奇 那么就是今天来给你们讲一些这个病毒的情况,说一些话 那么就是会这个病毒扩散了整个世界 那么就是大家都人心惶惶 心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很紧张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也不要紧张 然后呢就是会征服如何的决定 然后就是安坐 然后就是跟着征服如何的安排 然后大家都听征服话 那么就是会这个病毒的情况是如何的对抗它 是目前为止最好的方法是隔离 然后就是不要出气 很多人的地方不要出气 然后呢就是如果必须得出去的话 那带护罩啊各方面的 然后就是一方方面有如何的就是每一个都有办法的 所以我也希望你们会这样的就是记得如何的处理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议里就是不同的宗教 然后就是一定得加就是个人的宗教的方法来去祈祷 那么就是这个病毒消失整个世界的祈祷 和同时呢 然后就是我们就是会藏传佛教也好 一个佛教徒来讲的话 那么就是家里念念法的大师的新竹 我们阿弘巴仍格的本马斯的哼念这个经 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团结一息 然后就是每一个人民和家庭互相 然后就是这个病毒的情况 然后就是消失了 然后就是如何的对抗 大家的团结一息的对抗的话 那非常非常的圆满的 那么就是我们有学佛里面的就是会 就是哪里不凭哪里我 是一样的哪里痛苦我们去哪里 然后就是帮助他们 是我们佛教徒的自人 那么就是我们有这个时候来 然后就是个人的家里 一定要好好去修心 学佛 那么就是打坐年金 然后呢就是会看佛书 然后就是这个时候来 一定要发菩提心的基础来 那么就是为天下每一个众生 这个病毒 一定要就是会脱离这个病毒 同时来然后就是天下每一个人 一定要幸福的 真心真意的祈祷 那么这样的时候呢 我也相信 政府的智慧和学佛的力量 每一个人都觉得这样的善良的心的 团结一息的话 这个病毒很快就会过的 所以呢 大家都不要慌也不要紧张 那么就是会一定要觉得尊重自己的生命和 同时来然后就是尊重他的生命 如果觉得生命的尊重是我们佛教里面的最高的境界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感谢你们 同时呢我会祝福你们 会身体健康 然后就是一切的圆满 所以呢 然后就是我说记忆话 就是这样的 那么就是我也会感恩你们 所以大家都会祈祷 所以呢 念我马上把整个的本来生的红就可以了 谢谢感恩感恩 阿弥陀佛